工作上擺滿各式各樣的祭品 南投縣議會今天下午舉辦中原普渡祭典 為縣民們祈福 並由議長和盛峰主持儀式 議會全體同仁前程參拜祈求平安 議員邱美玲、蔡忠志、蔡宜柱 也都出席現場為縣民們祈福 今天是農曆的13號 那議會因為今天是上班日 所以在今天就辦了個中原普渡的活動 裡面也有我們數位的議員 跟議長一起來參加普渡的活動 然後也有全體的員工一起來參加普渡活動 希望能夠保佑我們所有的議會的同仁 以及議員們大家都能夠出入平安 然後世事倫利 南投縣議會每年中原十節 都會舉辦普渡儀式 依照傳統習俗 在每樣祭品上插上一柱箱 焚燒紙錢給來自四方的好兄弟 議員蔡忠志也祈求好兄弟 保佑全體議會同仁平安順利 今天來參加我們南投廣議會 議長所主辦的 來演請到我們這裡 拜請到我們這裡的中原普渡 今天是7月朗立 7月13日 生日8月26日 拜請到這裡的好兄弟 來祈求我們這裡的好兄弟 可以保佑我們這裡的 廣議會這裡的所有全體議員 跟我們這裡的願工 大家出出立立 大家都平安順利 每到中原節前後 家家戶戶都會準備豐盛祭品 祭拜好兄弟 議員蔡忠志提醒民眾 除了前程祭拜以外 也要注意到自身的安全 議長何勝峰期盼藉由這次祈福儀式 能夠讓南投縣議會全體同仁帶來平安 也相信在議員的努力之下 未來的應勢運作情形 將會更加順利 民意新聞洪佳彥 南投縣議會採訪報導 In the title of the